大家好 今天是3月6号 中国正在开两会 今天的两会有两个看点 一个就是两会如何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第二个看点就是两会上会出现哪些奇翁异事 一间位置已经有三大奇翁异事 第一件就是董建华突然在会场上给摔倒了 有人说他是打了国产疫苗产生不良反应 所以摔倒在地上 遗憾的是他摔倒之后 很快就被人扶起来了 他如果摔倒了再也起不来 那确实是替香港人民报仇了 第二件奇翁异事就是新疆的书记陈全国 昨天在新疆代表团的会议上说 习近平创造了两大奇迹 一个是长时间的保持社会稳定 第二个是长时间的经济高速的发展 你看他这个马屁拍的好不好 因为陈全国他知道在中国的官场上 你只要拍习近平而且非常无耻的去拍的话 你才能升官 当然他捧习近平的这两句话 实际上他也为自己贴金 因为他在新疆搞集中营 在他的眼里也是新疆保持了稳定 所以说中国的官场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互相拍马屁 互相以镇压人民为自己的政绩 第三个奇闻意思就是习近平的杯子 大家突然发现在主席台上坐的这些中共的高官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杯子 但习近平他居然有两个杯子 这两个杯子还有专门的服务员来服务 那这个服务员对其他的人都不服务 就专门就是给习近平拿一个专门的小茶壶 来给你倒茶倒水 那为什么是两个杯子 可能一个里是茶 一个里是习近平喜欢的什么饮料 也有可能一个是茶一个是开水 反正通过两个茶杯和一个茶杯的不同 显示出习近平跟其他常委之间完全的不一样 高人一等 你习近平跟其他的常委 其他的观察团高官 你们之间不是贫瘠的 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是皇帝和大臣的关系 两会之前 中共所有的高官包括常委们 都向习近平做了素质报告 这个就显示出 习近平和他们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 根本不是贫瘠的关系 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那通过这个水杯 一个水杯和两个水杯 也表现出习近平跟这些中共的高官们 他们之间是皇帝和大臣的关系 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他要时时刻刻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 会议的细节上要表现出来 尤其在开两会这么庄重的大会上 给所有的这些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就看出习近平跟其他人不一样 来突出一宗的绝对的核心的地位 其实习近平喝水的方式和他的茶杯 在很早的时候 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不同 当时2016年两会上 外国记者就发现 主席台上总共有三个服务员 但是对习近平服务的 确实专门的一个 这一个服务员给他添茶倒水 这一个服务员 其他的那些高官都不管 其他的那些高官都是有另外的两个服务员 在给他们倒水添茶 所以他是专门的服务员来给他倒水的 这就显示出习近平在当时2016年的时候 就跟他们不一样 那去年的两会上更加有意思 不仅是专门的一个服务员 而且这个服务员呢 每次来的时候不是添水倒茶 而是呢 直接把旧的杯子拿走 直接换一个新杯子 这个新杯子里呢 装满了水或者装满了茶 放在那 叫换杯 不是叫倒水或者是添茶 那他的这个举动呢 跟所有的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其他的常委呢 那有其他的服务员 给你添水啊倒茶的 只有习近平 直接是专门的服务员来换杯 所以通过这些小节呢 显示习近平他的一中地位 显示他跟其他的常委 高官们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新时代的皇帝 那在这次两会上呢 这些代表们啊 一见面呢 都是座衣啊 然后呢 都是这样的这个 很多的一些奇怪的动作啊 这些动作呢 就恢复到了中国的古代 那些皇帝和大臣们 一见面呢 也是座衣啊 或者是跪拜啊等等 所以大家看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 哎那是不是为习近平 要做这个皇帝 要登基呢 现在他们开始在军情训练呢 也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回到全世界 都在聚焦的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上 那中国的全国人大呢 去年他颁布了国安法 那今年呢 他的新的任务 就是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这次人大会开会的时候 汪洋在开幕式的讲话里 就特别提到爱国者之港 他在讲话里面呢 根本就没提什么一国两制啊 港人之港啊 高度自治啊 这些邓小平当时 许诺的这些挪言 根本没提 他就只提了爱国者之港 就说明了 现在根本不是一国两制 我们就搞一国一制 现在也不是什么港人之港 我们是爱国者之港 也不搞什么高度自治了 我们完全跟大陆要去同了 那他的爱国者治港呢 实际上就是那些听中共的话 听北京的话 完全是中共 他们内部人呢 去治理香港 那这样一个精神原则 他要通过他的选举制度来实施 他要大规模的来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 那怎么样改变呢 人大副委员长王成 昨天呢 他做了一个讲话 那根据讲话的这些内容呢 看出来有三个方面 要进行修改 那第一个方面呢 他要扩大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数目 也扩大立法会人员的数目 原来的选举委员会呢 有1200个成员 他要扩大成1500个 那原来的立法会员呢 有70个 他现在要扩大了90个 他增加的这些人数 就是他爱国者 就是党的人 这个办法叫 颤沙子 是毛泽顿常用的 就是把对方啊 他为了改变对方 他派自己的人去 逐渐把你给瓦解了 像那时候跟蒋介石干 他就派郭顿去啊 很多共产党员 搞这个统战 搞渗透 后来他跟刘少奇斗 跟周恩来斗 跟林彪斗 都是他把毛派的这帮人呢 都派到对方的阵营里面 逐渐把你给掌握 控制 最后给瓦解 那现在他这个选举委员会 他是原选举这个特首的 一千万个人 这一千万个人呢 也是中共特意物色的 他觉得还不够 还不够信任 然后再给你 再加三百个人 这三百个人呢 基本上都是中共派的人 现在就是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这些港区的 这些委员呢 基本上都会自动的成为 选举委员会的成员 然后等于是把党的人 塞进了选举委员会 以后选举委员会 选举特首 选举立法会议员的话 那全都是他自己熟悉的人 他自己人来选举 所以他就更加的放心了 那立法会里面的这些成员呢 他也在加二十个都是他的人 所以增加人呢 就是把我们这些爱国者 给加进去 由他们来治理 那第二点呢 他就是要扩大 选举委员会的功能 以前选举委员会 是来小圈子选举 选举这个特首的 当然现在呢 说立法会议员 大部分也要由这个选举委员会 来提名来选举 我们的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呢 是有直接选举选出来的 所以呢这个 分明就是民主派在 现在的立法会 还有很多的这个成员 但是以后这种情况 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以后呢 他直接由选举委员会 来间接的选举 这个选举委员会 全部都是他的人 一千五百个人 然后由选举委员会 来提名来选出 立法会的人员 那这个选举是非常毒辣的 第三个修改的地方 就是他要成立一个 全面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以后所有的香港的议员 所有的公职人员 他要竞选的话 对他的竞选的资格 全面的审查 你这些候选人 如果你在历史上 说过对共产党 对祖国不敬的话 那你根本就没有 候选人的资格 他全面的一个审查 就跟中共的组织部 人事部门一样 经过他的审查之后 你所有的这些不符合中国的标准的人 都要给剔除出去 剩下的只是这些爱国者 把那些爱国者都捧在候选的资格上面 所以中国他推出的这三大措施 实际上使香港的这些选举制度变成中国大陆的选拔制度 以后这个立法会 是由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直接给推荐出来的 那立法会就跟现在的全国人大也差不多了 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委员会 和这个资格生产委员会 就跟中共他自己的组织部 人事部是一样的 现在中共的所有的官员 所有的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 也都是中共的组织部 人事部 他们来核查来选定的 那以后呢 香港的制度呢 实际上 也跟中国的这些选举制度 完全的给趋同 中共呢 他的一国两制 已经是彻底的消亡了 他现在就搞一国一制 但是他不是那么急 不是那么 马上把香港的这些制度呢 全都彻底变成 中国的共产党控制的 什么人大 政协啊 组织部 人事部 他那个那么快的还没有 他要慢慢的给你扇沙子 慢慢的慢慢的把你给演变 所以香港的选举制度呢 可以说已经彻底的要消亡了 那英国啊 美国啊 各个民主国家 现在已经提出了严厉的谴责 但是谴责呢 基本上没用 就跟那个国安法一样 中共呢 他会倒行逆势 他会很快 推出他修改 香港选举制度的办法出来 总之香港出现了民主法治的大倒退 这个大倒退呢 是全世界的人都意想不到的 就像缅甸一样 缅甸他开始民主进程 已经整整十年 但是近年 军方突然以大选舞弊的名义 夺取政权 然后实行残酷的镇压 稍微有反抗的进行枪杀 现在已经有几十个人呢 比他枪杀 上千个人呢 比他逮捕 每天呢 都是处在血浴火的抗争之中 那一个缅甸刚刚发展起来的民主法治社会 现在又堕落为 军阀统治的非常残暴的一个极权社会 那香港呢 在97年回归的时候 那英国啊 美国这些国家都是充满希望啊 因为说呢 50年不变 没到50年 现在香港已经变成一个人间地狱 就跟缅甸一样 所以民主呢 的确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人性的这种恶劣 所以说这个民主 他要颠覆那易辱反掌 马上专制 马上独裁呢 他就趁机挨入 他把一个看似美好的东西 他一夜之间就会轻浮 这个方面呢 就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来改变 香港的问题 缅甸的问题 背后还是中共政权的问题 现在靠内部人民的抗争呢 现在还是太弱小 因为这个法西斯强权呢 还是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狠毒 那这个时候必须要西方国家联合起来 来对付中国政权 好的消息呢 拜登政府呢 还是在不断地采取围攻中国政权的措施 最新的呢 就是四方会谈 在三月份呢 有可能在线上举行 这四方会谈呢 就是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这个事呢 川普是在建立起来的 但是拜登政府呢 他也没有放弃四方会谈 来强化联合起来 对付中共 而且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呢 本月呢 有可能到日本进行访问 因为这个外交的问题 还有战略方面来如何对抗中共的问题 那这样一种访问呢 强化日美同盟来对付中共 另外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 也会很快呢 去访问印度 那从这些举措来看呢 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一样 知道中国政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挑战 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考验 所以呢 必须要联合盟友来共同的来对付中国政权 香港新疆包括缅甸 目前的局势让人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忧心 有的时候也让人呢 非常的绝望 但是我们相信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民主必将战胜独裁 这是一个历史的铁律 西方那些大国 人权大国 民主大国 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共的极其邪恶的本质 如果再不进行收拾的话 它会危及到全世界的民主 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人权 所以这些国家必将连起手来促成中共政权的瓦解 习近平你不要狂妄 你不要疯狂 因为该审判你的时候 马上就要到了 上帝与识人灭亡 必先时期疯狂 那习近平呢 现在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 他不仅呢 对内镇压 对外扩张 党内呢 他要梳理其他高高在上皇帝的位置 所以他到处制造矛盾 所以说他是一个总加速师 加速自己的魅王 加速中共政权的魅王 最终呢 他就会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 在历史持无助上 留下臭名的一个小丑而已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保慎传媒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